好 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是一號牌沒有人選 小鹿班比沒人選 可能是觀眾朋友選的 我們來看一下 觀眾朋友在這個感情世界裡面 是什麼樣的一個動物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肉食指數是40分 是滿低的 來看一下 是一個被動等愛的一個牌 那選到這個代表是說 愛情世界裡面 其實你比較會是像 偏潮濕性多一點 那感情世界裡面 比較不會主動的去 跟對方這個求愛 或者是主動去告訴對方 你內心裡面的感受 比較是一種被動等待 人家來追求的一個暗示 所以選到這個的 不管男生還女生 在愛情世界裡面 是屬於潮濕性的動物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選到的是2號牌 是我們的篤林哥 以及觀眾朋友 我們來看一下選到這個 是肉食男還是潮濕男 我們來看一下 你的肉食指數有多高 是20分 你的潮濕男 很低 對 沒錯 是一個溫馴的男孩 注意是一個男孩 不好意思 這代表說 內心世界裡面 永遠保持一個 像小男孩的一種感覺 對愛情的看法 永遠就好像是17 18歲 那樣的初戀的感覺 還戳嘴尖 所以總是比較是 希望被人家來照顧 或被人家來疼愛的感覺 所以如果說 要說選到的是這個3號牌的話 3號牌有這個吳老師 其實觀眾朋友 我們來看一下 選到的是綿羊 在愛情世界裡面是什麼樣的 你的肉食指數是80分 很高囉 是一個羊皮之狼 是誰… 吳老師 我是假蜜蜜 什麼 我講一下 你幹嘛 是什麼話 阿彌陀佛 開玩笑的 所以如果觀眾朋友選到這個 代表是說 你外表給人家感覺 非常地親和的力 或者是好像是沒有無害的 讓大家都非常想要認識你 但是你內心裡面 可能比較強勢 或是比較有感去表達 所以可能你的內在跟外在 是差異度比較高的 但是你的外表常常會讓人家覺得 你是一個非常溫柔的 小年養這樣子 好 我們看一下 如果說選到的是這個 5號的這個碗熊 有我們的麗仁 以及靜存姐 以及觀眾朋友 你的炒食肉食指數有多高 我們來看一下 是60分是還好啦 是兩者兼備 代表是說 有關於炒食跟肉食 其實你都具備 只不過你在應付不同的情人的時候 你表現出的特質是 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你遇到一個被動人 你就稍微主動一點 你遇到主動情人 你就稍微被動一點 所以是兩者兼具的暗示 是 我們來看如果說選到的是 4號牌 現場有我們的這個 維安老師 黃老師 還有德烈 以及觀眾朋友 我們來看一下你的炒食 肉食指數有多高 肉食指數是100分 我們來看一下是 情慾之王 這是他必食王辦的沙拉 我已經洗好澡了 另一種 對 因為注意看一下這個斑馬 斑馬又比一般的馬 然後看來更原始一點 代表是說你在個性 在性格上面 其實你偏比較情慾多一點點 所以在愛情世界裡面 可能沒有像你的外表 表現得這麼可愛 你搞不好是一個 主動出擊的人 來說到主動出擊 有些女生真的等得很心慌 為什麼還不來追 這些草食男在想什麼 維安老師 我們就來看 蛇星座草食男的攻略吧 對 有鑑於現在的草食男 是越來越多 大家覺得非常的煩躁不安 所以我們教大家如何 如果把它們吃掉 首先呢 如果你遇到的草食男 它太陽精心是 牡羊跟射手 你要怎麼樣 可以讓它對你表白 然後怎麼樣 你們才能在一起呢 很簡單 熱鬧的環境加上熱吻 簡單來講就是直接來 環境呢 然後整個環境 譬如說有音樂 吵鬧 生日派對 整個那個感覺 會讓牡羊跟射手的草食男 會覺得說 整個有被點燃的感覺 那正在他猶豫不決的時候 趕快打開它一顆牛扣 然後清下去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是要直接 因為畢竟他們還是比較 屬於陽光型的一種男孩 所以他只是前面有一點輕一點 那你如果用開門見山的方法 是最有效的 好 那如果你遇到草食男是雙子水瓶 或者是精心雙子 精心水瓶呢 這個呢 你平常呢 就要跟他演好朋友 常常聊天 讓他沒有戒心 他們是會越聊 越放真感情的那一種 而且對他們來講呢 你一定要玩那種真心話大冒險 或者是心事的分享 只要這兩個男的 對你說出他小時候的 那種童年往事 他基本上就有希望跟你在一起 然後慢慢沒有戒心 他因為覺得你太了解他 他就很可能會愛上你 那如果你遇到草食男是天蠍巨蝉 或精心天蠍 精心巨蝉呢 這種呢 就是要感覺是有人介入很多人追 因為這兩個是屬於比較騷包型的 內在有戰有欲的 如果都沒有人追 大家是好朋友 他就希望維持現狀 但只要有人追 他突然覺得你快 你這個好姐妹要消失了 這個時候他才會下手 所以一定要營造就是 有人傳簡訊 有人追你 然後你相當的困擾 不然的話 他就會一直維持在好朋友 跟愛妹之間 然後就覺得這個狀態是最美好的 又是最安全的 那我們來看呢 如果是呢